大家好,我是波卡多 這次要來整理獵人裡的主角小潔 他的相關基本資料以及他的招式能力 讓各位一起快速回顧 那麼就話不多說,開始囉! 基本資料 小潔的全名小潔富麗士 他父親是傳說中的二星獵人金 小潔生日為5月5日 出生於金魚島,血型是B型 身高為154公分,體重49公斤 他出生場時為12歲 然後這邊先抱歉更正一下 上次整理有錯誤 就是雷歐麗出生場時應該是為19歲 而非17歲 那順便補充雷出生場時至12歲 庫拉皮卡的話為17歲 回到小潔這邊 小潔他的個性開朗、理性 而且思考能力也很強 由於他從小就把荒山與大海當作遊戲場 因此比任何人更了解大自然 有著能夠分辨藥草與毒草的能力 還能預測天后的狀況 而且本身他的五官也特別敏銳 細微長相或聲音的不同他都能察覺 當初是因為遇到了金的徒弟凱特 並從他口中知道金與獵人的事後 小潔才下定決心成為獵人的 獵人故事初期 他的武器為吊桿 這把吊桿在獵人試驗篇 以及天空鬥技長篇時 都有發揮一定的作用 有幫他偷到吸索名牌 以及用來打倒敵人 只是之後到了拍賣會篇就沒有再使用了 而關於這隻吊桿 在舊版動畫有說是他父親金所留下來的 但漫畫裡其實沒有特別提到這點喔 由於小潔是獵人漫畫的第一主角 因此每一個篇章都有出現 但後面的篇章比較不活躍就是 而他主要活躍的篇章分別是 獵人試驗篇 宙迪克家族篇 天空鬥技長篇 拍賣會篇 貪婪之島篇 以及千和乙篇 而到了十二支會場篇 以及現在連載中的暗黑大陸篇 他出賞戲份就變得不多 只有出現一下下而已 小潔是在獵人試驗篇 通過了287期獵人試驗成為了獵人 宙迪克家族篇 則是去了奇亞家帶走奇亞 天空鬥技長篇 則是遇到雲古學會了念的基礎 到了拍賣會篇 小潔則是為了貪婪之島遊戲到處奔波 並有協助到庫拉皮卡 貪婪之島篇則是進入到 金與他夥伴所製作的遊戲 還遇到了雲古的師傅比斯吉 並在他底下加強念的訓練 還開發出專屬於自己的招式 最後成功破關遊戲 千和乙篇則是再次遇到了凱特 然後與千和乙們對抗 最後為了打敗比多 小潔強制讓自己成長 並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無法清醒 十二支會場篇則是靠著奇亞 帶出妹妹讓他恢復原狀 之後小潔並見到了自己的父親 而暗黑大陸PA的話 小潔出現真的非常短 主要就是在說 他變成了看不見念的普通人這件事 目前的劇情來看 他之後再次登場的機率 應該算是很低 關於念能力 小潔的念能力跟奇亞一樣 是在天空鬥氣掌篇時 靠雲古強制喚醒 之後在雲古用心源流的選別法 隨見是測出他為念能力系統中的強化系 之後在《太陽之島篇》 《比斯吉納修行時》 比斯吉發現小潔應該是屬於 靠近放出系的強化系念能力者 原因是他放出系的資質是較變化系高 但從新的作者附堅的設定資料中可以得知 小潔就是屬於強化系 並沒有特別偏向哪一邊 反而是從最新釋出的設定資料集中可以得知 雖然雷歐利是屬於放出系的 但他卻是有往強化系那邊更靠近一些哦 而關於小潔 他的學習念能的資質奇高 被他的支付雲古評為一千萬人中 才找得到一人的優秀人才 這是小潔的念能力招式 是在貪婪之島篇 在與奇亞猜拳結束 比斯吉說明猜拳是源自於古代武術 並據說猜拳一詞的來源 是當時的邪拳後 本身就很愛猜拳的小潔 便決定把猜拳設計成自己的招式做使用 雖然在貪婪之島篇 小潔就有用猜猜拳來戰鬥 但實際將這招取為猜猜拳時 則是在千和以偏 當時是在對戰拿庫路 在拿庫路詢問他的招式名稱的當下 小潔一時講話結巴 便將猜拳講成了猜猜拳 而拿庫路也很善解了你的 自己給出了解釋 原來是猜拳 再加上一個碟字 表現出必殺技氣勢的效果音啊 還說這個名字取得不錯呢 也因此小潔就將錯就錯 將這招取名為猜猜拳了 是說當比斯吉在說明 關於猜拳為古代的拳法時 有說到 布是用掌來破壞內障 剪刀是用紙來局部攻擊 石頭則是用拳來做外部的破壞 不過小潔後來的招式 跟這些說明都有些差異 但這說明石的使用方式其實跟氣龍珠早期 悟空使用猜拳的攻擊還蠻像的說 而小潔使用這招的方法 是主要喊完剪刀、石頭後 再喊出石頭、剪刀或者是布 然後做出相對應的攻擊 以下就會來說明小潔的石頭、剪刀、布 各是什麼攻擊 猜拳、石頭 是屬於強化系招式 主要是用凝 將氣集中於拳頭中 利用蟬將氣保留在周圍 緊接著用爵將集中的氣封起來 再結合煉發的運用 將氣全部集中於拳頭形成硬 而使用出來的攻擊 其威力十分的強大 能作為短距離的攻擊使用 不過由於使用時需要大量的氣集中 如同集氣一般 也因此出招之前 氣的累積太耗費時間 也成了這招的弱點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弱點就是 由於將氣集中於拳頭 導致保護身體的氣會減少 也因此只要敵人趁機攻擊其他地方 就會非常危險 不過後來小潔是有在不斷修行下 讓氣變得十分飽滿 並且有靠著敵人知道這招會準備太久這點 利用對手的預期心理來做出假動作反擊 想辦法去彌補石頭這招的缺陷 一騎牙推斷 假動作還可以用於要出拳頭時 敵人退縮的話 就可以轉換成剪刀或布來追擊 而且如果小潔能更巧妙的操控器 就能讓敵人更加難以判斷 到底是假動作還是拆拆拳呢? 是說在還沒發展出拆拆拳這招前 小潔就有先用過石頭這招 來通過貪婪指導玩家目擊的審查呢? 而石頭這招的使用 最令人有印象的幾個時刻 應該就是貪婪指導篇時與蕾閘的躲避球對決 以及對戰炸彈魔時後 再來就是千合一篇最後對付比多時的使用 拆拆拳剪刀 屬於小潔不擅長的變化系招式 是將氣變成刀刃狀來做中距離的攻擊 在貪婪指導篇所形成的劍還很短 只能切斷數隻 而且每10次的使用只會成功一次 並且當時小潔也才成功過5次而已 不過在小潔的訓練過後 到了千合一篇 已能將剪刀形成的劍變得更長 而且威力已達到能將千合筆的士兵 直接切成兩半 拆拆全部 屬於放出戲招式 是一種將氣放出的遠距離攻擊 在訓練時 一開始是要讓身體射出氣 然後長時間保持球撞 而這個維持的形狀時間 和練能力者的餐強度成正比 由於小潔有很認證的在做基礎練習 又加上放出戲的資質較高 因此很快的就能將小球丟到眼處 而之後更進階的修行 則是要靠扶手 那是個利用單手倒立 發出氣讓自己扶起來的訓練 之後小潔將這招訓練完成後 就可像氣功般發射攻擊 但威力還不是很強就是 小潔這招使用令人比較有印象的 應該就是對上拿庫魯的時候了 以及對戰千合以時 強制成長 這次在千合影片 從彼多口中得知 凱特已經死了無法復活 並聽到彼多說出 我非殺了你不可 小潔便在腦中不斷閃現出多個疑問 在無法壓抑自己的憤怒情緒後 便說出了 事已至此 全部結束也無法 所以 我要釋放出這一切 因而下定決心 承受了巨大的風險代價 而變成了外貌是超長頭髮的成人樣子 俗稱大潔 此時的小潔達到了天賦異稟之人 需要投入所有的才華才能達到境界 一彼多的猜測 小潔應該是壓縮生命 並且下定決心做好無法再使用念的心理準備後 才達到這種程度的 而這樣看起來 小潔應該就是使用了念能力的制約與試約 才能瞬間爆發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從最新釋出的資料設定中可以得知 小潔此時應該是短暫獲得了強化系的最高境界級的程度 變成此形態的小潔 使用石頭出拳 聚氣會變得更加快速 威力也是更加驚人 一拳就能將彼多打倒在地 之後還能連續出拳 快速地置他於死地 並且面對他死後所留下來的黑質無想時 還能發出更強大的攻擊 但也因為這強大的強制成長 值得小潔在打完彼多後 陷入了可怕的昏迷慘狀 需要靠著醫療裝置才能維持生命 此狀態的小潔 就連獵人學會的唯一的儲念師都束手無策 是要靠騎牙請拿尼加幫忙 才能恢復原狀 而恢復之後 小潔就變成了普通人 年輕都無法看見 那以上就是獵人禮 關於小潔的相關整理啦 那不曉得各位對小潔的拆開拳使用的時刻 哪一次最有印象呢? 歡迎在留言跟我說囉 那我是波卡多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分享或訂閱 波卡影片就下次見囉